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想要來看看 雷拉跟其他人的一些信件 實在是想不出什麼好辦法 可以把它改一下 弄得比較有趣了 所以我們就回歸本頻道的傳統 我來念經啦 這封信是在垃圾桶裡面找到 蘇菲亞寄給雷拉的信 2016年8月31號上午的11點50分 再見了雷拉 雷拉因為沒有更好的說法 所以我就直說了 我們認識彼此好多年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你 穿越伯克萊的麥勞夫林大廳時 我就想到你在 Obstago的青年創新計劃中 會有多大的成長 我也看著你一股腦地 投入了未知領域的研究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 即使你給了我們這麼多意見 我還是無法完全信任你 來參與馬德里這裡的Animus計劃 在我請求你的任務份計之後 你的行動檔案又增添了多少條不良紀錄 太多了雷拉 太多了 你無比的聰明但也無法預測 而我沒有辦法冒著影響團隊進度的風險 安排一個不穩定的要素在實驗室中 光是面對實驗體就已經夠困難了 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精力用在更好的地方 這樣我能給你個任務 然後確信你明天早上就會解決那些細節 而不是在休息室裡 用未經加密的筆電 重新編排一段高機密的程式碼 認真工作 雷拉 並且別再想著哪一天參與到Animus計劃 專注在歷史研究部門的挑戰 那是最適合你的位子 也許有一天你改變了作風 我就會再一次聯絡你 像當初在伯克萊一樣 但在那之前 請你尊重我的抉擇 別再聯絡我了 這封信也是在垃圾桶裡的 接下來是雷拉 寄給安許拉夫與塞納布哈桑 2017年10月21號 凌晨2點3分 主旨 嘿 這個嘿就讓我想到 欸 那個還蠻好看的 博恩夜夜秀 最近迷上 狀態 這個是草考 沒有送出就被刪掉了 嘿 老媽 嘿 老爸 有好一陣子了 我希望你們一切安好 還有我那被過度保護的兄弟們也是 我的下一個工作需要前往埃及 明天就要出發了 然後 這讓我想起你們 當然了 我不應該洩露任何任務細節 不過你們知道我不太擅長守規矩 回到埃及 我不知道欸 感覺似乎很好 我想要讓你們知道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讓你們高興 但是 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正步上軌道 你們從未諒解我從伯克來中措的事 但最後我還是在Abstergo有了一席之地 我肯定會為自己爭口氣的 然後現在 這份工作把我帶回我們先祖的國家 以正式業務的名義 而非是什麼背包客爛幕 這話是老爸你親口說的 所以 對了 也許你們會想要知道 我可能會飛回家拜訪你們一趟 或許在我任務結束回國的時候 我們可以邀請米拉和凱登一起回來 像大人一樣聊聊天 嗯 凱登也許沒有辦法 我還是不確定他知不知道什麼叫做成熟 然後 我可以跟你們談談我的旅程 還有其他我正為之努力的東西 雖然不確定你們會不會認同 不過 我現在快要達成某樣大事了 如果可以展現給你們看的話 你們就會明白 我當初為什麼選擇離開伯克來 百折不撓是你在女兒身上 所能期望看到最好的特質了 老爸 我保證 是啦 我在20年前回了家裡的電話 不過這是因為他 還有我一路上犧牲了其他所有電器 我今天才能造出一套出色的機器 再來下一封 這個是 雷拉寄給 拉米哈桑 2017年10月23號 下午的1點50分 就去做吧 這個也沒有送出就刪掉了 拉米 長話短說 我現在站在亞歷山卓 非常忙碌的市集區 埃及的亞歷山卓 不是維吉尼亞州的 拉米 然後我沒有時間 依許信件禮儀了 我只要你寄給我媽媽的照片 我們在佛羅里達州 遊覽那些公園的時候拍的 我想我找到 可以完美取代他多年前 旅行時弄丟的頭巾了 喔 還有 別跟他們說我在哪 這是個驚喜 原來最後決定當驚喜啊 難怪沒有寄出了 再來看看收件夾還有什麼信 哇 好像兔回 超多 超多封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第一封 是蕾拉給蘇菲亞的 2014年還蠻久以前 2月10號 4點55分 好皮可以熬到這麼晚 你們搞錯方向了 早安蘇菲亞 我整網翻看你送給我的草圖 我發現你們搞錯方向了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給Animus 這個字我不會唸 使用機械手臂 那我就只有這個建議了 看清楚了 反轉六軸動態框架 你想要給實驗體一些活動空間 讓他們享受自由的感受 但又需要讓機器在你的實驗體 做體操活動時持續連結 確保一壓觸動器都是頂級的 別低於6000 ISP 你假要聽聽看就知道了 如果聽起來像是在搞單身怕的新人 就換掉 那等級的器械會浪費你的時間 而且只會妨礙你實驗體的移動 雷 這封是蘇菲亞 給雷拉的回信 雷拉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你是建議用一個巨大的機動裝置 讓我們的實驗體懸吊在半空中嗎 為了確認你的意思 我大概把你的信反覆讀了5次 一開始我還以為你在開玩笑 不過我告訴加百列金這個想法 他是我們在馬德里的首席工程師 他一開始的反應跟我一樣 直到他的笑容有某種變化 假設我們真的考慮了一個6軸動態框架 這只是假設 當然啦 不過就放任我一下 這個框架與我之前秀給你看的硬膜連接器 有什麼相容的問題嗎 我們真的可以確保這根針的穩定性 以及它跟實驗體脊椎的確切位置嗎 我覺得我正走在科學與胡鬧之間的悄悄板上 這時代是段風言風語 但是一段令人振奮的風言風語 這封是伊莎貝爾雅登寄給雷拉哈桑的信 紀律除份 主管來信可怕了 哈囉雷拉 有位於近期的事件我別無選擇 只能採取適當的紀律措施 並要求行動的表現改善計畫 我知道你才剛回來 但我認為最好現在就開始進行 以免事態更糟 我們會請一名諮商師聯絡你 幫助你面對你在這裡體驗到的一些問題 有位上次良好的成果 我想我們可以再次採取相同的做法 歷斯博士甚至同意要與你見面 不過也請安心 如果你希望的話 我們也會願意更換諮商師 你勇敢進取 工作成果也備受肯定 但那些既定章程 不只是要保護你 也是為了保護obstacle 所以如果你好不在意自己的安危 那至少也尊重一下給你飯碗的公司 配合行事 這是我們唯一的要求 伊莎貝爾 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蕾拉的慘況 下一封信是蕾拉寄給她的隊友 迪安娜蓋瑞的 主旨我需要一些那玩意兒 我剛剛第一次造訪了你的線上商店 然後我必須說你可藏得真好 迪安娜蓋瑞小姐 誰知道如此文靜又專業的衣冠 會有這麼賤的嘴啊 當然我會買一堆你的刺繡 我會自己留一些 然後再到處發送一些 我想你有一些很適合給奧托伯格 他總是佔用我的車尾 下一封信 啊馬上就來了奧托伯格 伯格先生 你恐怕是染上了 停在我停車位格的惡惜 我知道你在abstacle食物鏈中比我高 而且你的車子顯然鐵鏽 比我的1987點跑車還少 但是我的人之聘用書上 明確標示23FG 是蕾拉哈桑的位子 所以如果你願意把你的車輛停在別處 我會很感激 遇到這種喪失 接下來是 喔他回信欸 哪天你循規道具地完成一項任務 我可能就會考慮你的請求 現在你可以向公司正式提出抗議 但是考慮到你對程序重視的程度 我想你大概連哪裡找表格都不知道 然後我會留著你這個刺繡禮物 雖然很冒犯人 但是手工非常精良 喔好煩惱的人 接下來是蕾拉寄給蘇菲亞的信 喔回覆你搞錯方向那一篇 蘇菲亞哈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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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讓我懸在這裡 快告訴我裝置的進展如何 你們成功做出原型了嗎 你不能問了一堆東西 然後就不理我啦 這樣不對 你為什麼不能直接帶我過去 我是指就算只是暫時職位都好 像是代理職之類的 就算當個obstircle的清潔工我也沒差 我在那裡可以提供你團隊的協助 再怎麼說都比就就才一次的 廉價信件自殺服務要好 每次你都這麼做讓我覺得很難過 我也告訴你我的感受 但是又來了 如果你不是不在乎 就是這個大發現讓你沉醉過頭了 想清楚蘇菲亞 這越來越讓人沮喪 我的話大概就不想要給他思緒了吧 都不回 下一封也是來讓哈桑寄給蘇菲亞理經的 主子你在開玩笑吧 蘇菲亞我剛剛聽說你們在製作一個 攜帶版本的這個東西 那是真的嗎 攜帶型的Animus 你怎麼可以不告訴我 你怎麼可以送給我一些無關緊要的信件 問一些看起來天真單純的問題 然後就轉頭去做最讓人興奮的機器 那東西是源於我的主意 你卻不讓我知道半點消息 你到底把我當什麼 算命機嗎 藏在陰影裡的秘密靈感嗎 這對那些十九世紀燈紅酒綠的詩人來說 是不要緊 然後他們全都死於眉毒了 突然插這一句 我受到這樣的投逼請求了 我給你了我的一切 我的時間 我的腦袋 我的信任 而如果這樣都不足以爭取你的團隊內位子的話 我不確定怎樣才能爭取得到 是該生起啦 下一封雷拉給賽門哈薩威的信 任務類型請求 哈薩威先生 我想要藉此機會感謝你的美言 我知道我不是個良好的合作對象 但你總是有辦法化解困境 我很享受上週共進午餐的時間 你的建議我非常受用 請相信我 這並不是我平常會說的話 這代表你對於你的作為 有著真正的熱情 而我也非常感激 我有一個小請求 我發誓我沒有要用花言巧語哄你 我不拍人馬屁的 從來都不 我很好奇我們的HTT 能不能被派遣進行更多潛在人物類型的任務 HTT是什麼 歷史戰術小隊嗎 喔 好像可以喔 HTT 並不是說我不喜歡這些行動 但我希望可以多元一點 然後誰知道呢 搞不好有機會幫助我的社交能力改善計劃 稍微提一下而已 雷 覺得有時候看他們的信 就… 比較簡單很多啊 像我們寄信都要寫一堆有的沒的東西 真的是很麻煩耶 下一封 Diana給蕾拉的 聖誕假期 嘿蕾拉 艾倫李金在參加某個需要穿黑色斗篷的活動時死掉了 我知道這很詭異 而且我也能夠理解你超級擔心舒菲亞 但是在報紙上或者Upsicle的註記中 都沒有看到她女兒的事情 所以雖然她沒有回覆你 也不代表她有出事 以為你那小小的手工藝就可以改變心態是假的 你自己也知道 聖誕假期何不來我爸媽家呢 我會慶祝任何你想要慶祝的東西 包含有名的縣市稀俗 不慶祝任何東西 如果你想要的話 我媽會煮些南瓜派 我爸會問我們為什麼拒絕對獵齒動物開槍 然後我們在一個可疑的賭場 吃婚食早餐 之後整天在外頭開雪上摩托車 我很愛北達科塔 但是這裡來點雷拉哈薩 調味會更好 答應就對了 對我們兩個都是好事 看來他們倆私下也是不錯的 這次回醒 你真的會哄女生 獵齒動物更可疑的賭場 我想我就算了 我現在只想要跟我的石頭般冰冷又瘋狂的機器在一起 我剛外定蓄器想到了一個新點子 我暫時沒有辦法思考其他事情 目前為止這還只是肮脏桌墊上的草圖 所以如果想要在退休前 用用看 就必須開工了 假設我會退休的話 要做這麼久 這個提議很棒 D 而且我也很感謝你的關心 不過我沒有問題的 別擔心我 我一直都是如此 另外我也擔心了 哈薩薇說我會完成行動報告 我大概還差了10或20份吧 大部分都是只有我們的名字跟標示完成 他告訴我說我得在年前完成 不然他就會對行動提出正式抗議 這代表會有更多調解人的說教 那純粹是折磨 別誤會 我喜歡這傢伙 我就讓他省些工作 讓他在新年裡唱起有1萬歲之前 拿到他的報告 下一封 迪安娜 回復了聖誕假期 你說了算囉 如果你在那些報告上需要幫忙再告訴我 不如我們離開這裡 去拿些外帶食物 你可以給我看看 你那小計畫的進度 我可能對於透析元件有些好主意 2017年這一封是 雷拉寄給迪安娜的 我說到哪了 第一計畫更變 我知道 你在舊金山市中心的小旅館房間等著 然後你以為我要去碼頭 不過你錯啦 我有個主意 我現在要登機前往東京 目的地是日本旅川 別擔心 我知道我在幹嘛 你只需要等我的聯絡 在24小時左右 我會需要你的遠端協助 如果有人找我 請幫忙掩護一下 他又要搞什麼啦 那封信後來就沒有後續了 這個是到6月5號的時候 迪安娜寄給雷拉的 我有你要的 嘿雷拉 我有你要的東西 我成功拿到了我們討論的那4個藥物 比我想像的簡單就是 每個人都有個價碼 這也包含了醫生和實驗室助理 我會暫時把免疫抑制劑留在盒裝內 除非我突然覺得肌肉痠痛又無時間 那時候你的類固醇就是我的啦 開玩笑的 當然囉 你這周五有空嗎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或邊看犯罪偵查影集邊喝酒 你懂的 這樣我們可以找出他們做錯的所有東西 晚點再聊 終於快看完啦 這封是雷拉寄給迪安娜的 隨便問 嘿迪 請容許我貼給你我在7月1號做的隨便問活動 精彩節錄 網路就像海洋一樣你知道的 有很多很酷的魚 山胡椒 還有沉底的潛水艇 但每過一陣子就有一群被丟棄的 塑膠小鴨橫跨半個地球來集成一坨無用的垃圾 而且從來沒有人知道怎麼樣清掉 這LH應該是雷拉 然後這下面是問她問題的人吧 嘿我是雷拉哈桑隨便問 哈囉 很好奇你最愛的宅宅聲音是什麼 像是你覺得讓你舒適到可以睡著的聲音 雷拉哈回答 我很愛我的 輕軸機械鍵盤的打字聲 這肯定是史上最棒的打字聲 我想我就算在1920年代的開放型辦公室 都可以睡得像天使一樣 打字機的聲音超棒 這好像有點像ask之類的那種 網站就是可以匿名提問的 下一位問 你最愛的歌還有讓你回想的東西是什麼 雷拉說 簡單啦 拉維多利亞的加班食品 唱卡拉OK的時候 這首歌是必點金曲 這讓我想起2000年的時候 我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後台 見到他們的那一晚 我通常是個大吵大鬧的人 但是那時候我整個嚇呆了 我幾乎無法動彈 沒圖沒真相 有圖可是不難公開啦 這種看起來還蠻好玩的 我之前也有開過 可是好像沒有人要問我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看了 下一封信 雷拉哈桑給迪安娜的準備就緒 嘿 第一 我希望這是個原因訊息 就可以讓你聽到 攜帶型Animus的嘶吼聲 所有東西看起來都正常運作 軟體還在運行 我的生命狀況顯示正常 然後對DNA樣本做的測試 都得到陽性反應 我合成了幾個奇怪的基因數 但無論如何定序器總是能回傳 可以有效模擬的訊息 我還不敢嘗試其中任何一個 我不按自己試 會等你一起來 反正Animus也 還沒準備好做實際測試就是了 也許我只是在爭取時間 不過你跟米爾頓的合成數 看起來都很吸引人 很快就來了 很快就來了 下一封是 呃… 同時偷了他的DNA檔案 是被允許的 我只說一次 別對我的人出手 把資料刪掉 遞客 喔…還有第二件事 別進去你那Animus 你是名巫師 也是天才 還是個宅宅 又是外了不起的工程師 但你不是瘋子 我們不知道行不行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甚至連會跑出的模擬是什麼都不知道 記得第0號實驗體的艾琳伯克嗎? 在你探索計畫 她探索了他人的GN記憶 然後腦袋就被燒爆死掉了 你別亂玩OmegaAnimus 雷拉 這是真槍實料的 就算你真的想要進去看看 我們也得做好預備 拜託雷拉 我不想要看到你身上發生災難 等我可以嗎? 超危險 還有可能會瘋掉 啊…就沒有嚇我了 下一封是… 雷拉寄給迪安娜 祖子埃及 嘿迪 你可以把那個免疫意志 藥物瘋膜打包進去嗎? 以防萬一啦 我知道任務只說 我們要去找另一個高價值穀物 但是…嘛… 又怎麼知道呢? 要是不只是這樣呢? 想像一下 這是一個在實體考察中 嘗試我們攜帶Animus本本的機會 我不是說真的要跟模擬進行同步 我想要但我不會做真的 我答應你 但你又怎麼知道 如果我尋找到什麼 我可能會做個定序測試 不是說如果 看到了嗎? 一切依情況而定 我會再重複一次 如果 覺得好多了嗎? 敢打包咯 覺得今晚還行嗎? 一定要我請客 雷 最後一封 是雷拉哈桑寄給迪安娜的 祖子是如果 第一 哇我的頭居然還在暈 我才沒喝幾杯 總之看好了 我剛剛想到了一些東西 你知道Animus怎麼定序DNA來執行基因基因模擬嗎? 如果 這可能是第五次老調重彈了 如果我們可以對非有機物質做一樣的事情呢? 當然啦 我們沒有遺傳資格用 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分子結構下手 我是指維迪康博士 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來破解基因記憶 破解之後又馬上轉移目標全力解密他們 如果說他太早停下腳步了呢? 如果說同質異構體 其實也包含著分子記憶呢? 好吧 可能分子還是太大了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 資訊有機會儲存在原子層級 為什麼記憶會特別栓在有機分子上呢? 我想說的是 我看過更光怪入理的事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找不到任何它不該如此的可能理由 我真希望我的深夜信件會是關於 剛被我撵走的約會對象 或是讓人厭惡至極的鄰居 抱歉囉 我猜你只能陪我了 真是幸運的女孩 雷 好啦 信件看完啦 剩下照片音檔還有WER這不知道是什麼 看完我們就準備要回到 替代型Animus去體驗白客的人生啦 那我們最近就這樣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忙 按讚、分享、留言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都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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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